大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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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娘子 大娘子 怎么了 大 大娘子 这碗汤 是你让下人端给我的 但我并没有喝 你猜 这是为什么 我哪里知道 因为我害怕 白日里 我刚责罚你 晚上你屋里的丫鬟 就装作是我屋里的人 还给我端了一碗汤 我既不敢喝 又不敢不喝 只好亲自过来 来问问 这汤里装的 是什么乾坤 不过就是一碗 普通的汤要罢了 若是一碗普通的汤 你敢喝了它吗 我借你刚刚受罚 才给你一个机会 若你不说实话 我有的是手段 查出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查呀 你要查什么 公武婉儿 你又想拿着 这是大作文章 我告诉你 不要惊人太甚 你既这么害怕 坏事败露 又何必做那 下三滥的手段呢 我让你记住 今日的教训 往后 好自为之 大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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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娘子 大娘子 怎么了 大娘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如此 里面若是有毒药 它怎么会喝呢 是剧毒 要命的剧毒 老太太 她为什么喝了那碗汤 说 是教训夫人 她一直在逼我家大娘子 老太太 我不知道那碗汤 你是这个恶毒至极的凶手 老太太息怒 那碗汤 还是应当查明真相啊 像我母亲这般聪明周全的人 怎么会做出 当面逼人喝毒药的事情呢 那碗汤是她让下人端给我 我没敢喝 才端给她的 你是说 她自己喝下的毒 她这么蠢 明知道是毒药 却自己喝了 是啊 她如果知道那是毒药 为什么会自己喝了 她要是喝了 怎么会是烈性毒药呢 还不是因为你的威胁逼迫 才把我家大娘子给逼死了 救老太太做主啊 既然母亲说 那汤是大娘子下人端来的 那将那下人找来 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 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